房车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了 带露台的拖挂 你们见过吗 这台爱旅的630的长度6米3 宽度2米2 高度2米6 重量也达到了1.87吨 它的内部结构是 一视一听 一出一入 还带一个小约 卧室 一张双人大床 2米乘以1米5 床下是 困通式的储物屋檐 上方又有储物吊棍 还有家用便民空调 放在卧室 可听的是 对象储座 桌板安全 也可以清床 尺寸1米85乘以1米 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外置厨房 所以这边呢 做了储物屋檐 后边的是它 干湿分离 卫生间 外边的干区 放了排盆和旋转式的马桶 还有一部 里边是湿区 有淋浴滑塔 还有双香换气扇 另外柴油暖风 也通到了里 最后边呢 就是它的露台 和独立厨房区了 这边有 双开门的冰箱 微波炉 电磁炉 燃气道 燃油灶 都可以装 这边做完饭 摆在这 就离开吃了 另外 后墙翻起来之后 这里还是一个 独立封闭式厨房 避免油烟 侵蚀历史 五度电 150升水 17万8的标价 我敢说 这台车放到任何一个露营地 你都是这条街 最了不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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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